那这一个字念什么 比较难猜了 现在是 见面左手和右手 这一个呢 我们能看得很清楚 就是上面这个符号 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呢 可能不好猜 我们看这个字啊 造字也很有意思 这是甲骨的 甲骨时期 到了经文的时候呢 上面这个符号就变了变 到现在这个形状 仍然啊 不是特别明显 那我们呢 可以解释一下 那上面这个符号呢 最早啊 它是一个 斧子的形状 是一个砍东西的一个工具 所以呢 后来 中间这一个符号 就演变成这个样子 仍然是一个孝行字 这个呢 就是今天我们的金 金 它是什么一个 节字原理呢 比如说我们组一个词 斧金 斧金 斧子 砍东西的斧子 它用金子做偏方 所以这个金呢 最早呢 是砍树的 砍木的一种工具 所以呢 在庄子里面 它说 斧金 以石入山林 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们发树的时候啊 按照季节 去发树 如果春天 这个树 正在长 或者夏天 这个树 长得最快的时候 我们如果砍掉 你早砍 一个月 和晚砍一个月 这个树 会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呢 冬天 是伐木的季节 这个呢 讲斧金 以石入山林 那这个金呢 我们就看出来了 它是一种工具 或者说呢 是一种兵器 那现在 我们说了 两个手 抓着一个金 那我们把这个金 写一写 那怎么变呢 它原先是这样子的 我们让它这边出点头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金了 那底下这两个手呢 就变成了这样子的 那这个字呢 就是兵 那士兵 要行军打仗 手里就握着兵器 那这个兵器呢 就比较锋利 这个地方呢 就用这个金 这个符号 来代表兵器 代表利器的意思 那两手 直兵器 就是兵 我们现在理解呢 感觉上面像一个丘 下面像两个点 像个八的样子 实际上呢 上面是一个金 下面呢 一横 一撇一点 就是两个手的形状 只是现在呢 我们看不出来了 这是兵 它的发展过程 是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